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室 一位从小念书都是第一名 甚至因而保送上到了台大医学系 然后成为一个名医 成为一个名教授 但是他在54岁那一年已经年过半百了 他却回到了台湾 然后弃医从政 自此在政坛卷起了千堆血 不过最近这几年就在大家把他定位在 就是一个政治评论员或者我们说名嘴的时候 这位老大或者说大佬 他却又出人意外的决定要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 究竟他想的是什么 这次名义会支持他吗 各位观众 让我们欢迎沈富雄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台湾雄哥你好 你好 好 中美好 现在你叫台湾雄哥了 好 我们知道沈先生这次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 因为你一开始跟大家讲了 因为你看不惯台北市的市民只能够选 柯文哲或者是连胜文 你对这两个都不以为然 所以你希望让台北市民有第三个选择的机会 对不对 好 可是你投入市长选战已经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七个礼拜 七个礼拜 你的评估有没有改变 你本来说你的民调会缓步往上走哦 比柯文哲现在少六岁 但是今天你刚才开场就讲的很白 很直白 我也很直白 讲白的就是两个不够格嘛 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 就是你的看法啦 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选他们两个哦 所以细节我就不讲因为他们两个不在场 我不能讲说他们有多坏哦 但是起码作为首都的首长我认为两个不是不及格的哦 但是所以我认为我比他们好 但是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七个礼拜以来 我是不是有改变我的想法 我是我是有 我是我认为如何改变 我认为我高估了我的能耐 哦 然后呢 沈大老因为这样子坦诚自己高估自己能耐 那还蛮少见的 高估了我的能耐 然后呢我误判了台北市民的感觉 那怎么讲呢 因为我本来觉得这两个 虽然是南辕北侧 对 一个就是天马行空 一个就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我如果把它摆在这里的话 我认为我起码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觉得了 是这么一个差别不够 我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这一辈子我是达不到这个境界 但如果我是这样的话 我今天的选情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我高估就说 这个是不够的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说 你自己现在有点陷入瓶颈 有点陷入苦战了 因为你要的这个缓步上升并没有来到 甚至呢有媒体说 你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 你承认吗 我觉得是正在被边缘化当中 那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还要继续选吗 今天你看外面风雨交加 是风雨雄鸽来喔 那如果你要我描写我现在的选情 我认为是要死不活要活不死的 哎哟 叫听起来不是很糟吗 我不晓得你年龄有多大 当年蒋经国的时代 有一本书 有一个残商人士写了一本书 叫做《风雨中的一条船》 我现在就好像风雨中的一条船 还没有翻船我当然不会死 但这条船要在风雨中像昨天的 昨天晚上这种哄胎 那这条船是不只是逆水行舟啊 我觉得它的困难度 熊哥请你正视我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的评估都是认为你已经是风雨中的一条船了 第一条选战你还要继续选下去吗 这个东西我想我在最近几天 我会要求支持我的人 不管是已经表态或是潜在的 我要求他们表态 这个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政党提名 哪个党都没有关系 小党也没有关系 而我的支持度是2%的话 这个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 没有人我没有党提名 但是呢我的支持度3% 就好像另外一位候选人 这个也没有问题 我现在正处在一个最难堪的局面 就说我没有党提名 但是高不高低不低 来个10%左右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这个就对我来讲 就问题就来了 因为呢我的支持者在脸书上都会讲说 你如果一路走到底 我们就出来听你 那我要反过来问 你们如果不表态 就说我看你有没有办法走到底 如果都不表态 而我停留在10%12%左右的话 那我怎么走下去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是有因果关系 对 到底是机身带还是带身金 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听到了 沈富雄先生面对他的选战 他提出了一个相对于过去 比较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就回到支持你的群众来讲好了 他们认为你要坚持下去 对不对 因此你如何打这场选战 非常重要 你现在要人没人要钱 没钱要团队没团队 你怎么打这场选战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因为一开始10到15%之间 是优于预期 但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就好像一个小飞机在跑道上走 虽然这个机头拉高了 但是没办法升空 那我认为就是说在7月底 或者8月初第二波民调来的时候 我起码要有20% 因为这个20% 就是说你真的还是viable 就是这个存活度 还是继续存活下去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 有一些热心的人就会进来 然后也许 我才好意思开口要钱 我现在明明晓得那个人有钱 那个人可能对我也很肯定 我开不了口 因为以我们现在支持度的话 我开口要钱 那个钱等于丢到水里头去 我怎么好意思呢 所以这个神道老 目前也没有任何金主 愿意就是说明着支持你 因为你的支持度相对比较低 一个也没有 而且我不好意思开口 那你现在需钱恐急吗 我连那个丈夫都没有去设哦 现在很需要钱对不对 竞选经费 现在我目前啊 凭心讲 都是讨我自己的要报 OK好 沈富雄先生怎么样看待 他这次的选举非常重要 但是当然这个是一个 非常微妙的双方关系的变化 因为选民在看你 你的决心够不够 然后你要看选民 到底支持度高不高 对不对 好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问题暂时割下 因为等一下 我要对沈富雄先生提出 我个人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四个可能 好不好 你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部分 现在呢我要先问问 你跟马英九总统的关系 你跟马总统 你怎么形容你跟他的关系 我跟他的关系 其实是很正常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 很正常 可是一般人想要去见他 也见不了他 那个是有一些比较绿媒 固定扭曲 我讲一百次也没有用 他剪了其中一段 然后丢给其他的节目 然后继续就是 好那下面这句话 我们不解 你跟马英九的先生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老实讲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是一个这个 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今天不管是谁当总统 我都把我的心得 把我的看法 去跟总统讲 那为什么你要求去献策 他会愿意要接见你呢 我觉得他多年的观察 认为我还可以 那为什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 这样我要回过来了 今天污蔑我的动机的 其实是不了解我这个人 你晓得我15岁的时候 高一的时候 中午吃完便当 是在跟同学 高一的同学 谈雷震的自由中国 你知道吗 那我26岁的时候 我一科毕业以后 我在军舰上面当义官 我在甲板上 是跟官兵谈论台湾独立运动 我差一点没办法出国 然后我44岁的时候 我是带领300个台湾同乡 去向邓小平示威 然后我回国以后 我在立法院里头 从事一边一国 两个中国两个国家论的立法 这些经历我都知道 但是有点可遇了 不是你听我讲 我一路久了是这样 我一生以天下为己任 一共长达60年 所以我每次观察这个国家 有一些情况 我看不下去的时候 我都会跳进来 但是我不跳则宜 我一跳进来 我一定是使最大的力气 像比如说现在 我觉得看科匹 看这个连胜文 觉得是真的看不过去的 我觉得所在多有 你又把我的问题给车越了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的态度就不吭声 或者不投票 我觉得现在的媒体 当然因为太多了 就像你的感叹一样 有些时候可能会被误用了 或者是断章取义 我觉得那当然不好 所以为什么新闻会客是 我们希望听当事人怎么说 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观众 或者是选民 他真的好奇 你跟马总统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他也曾经几度接见你 甚至他还曾经要提名你 当监察院的副院长 但是后来并没有成功 那也因此后来 你再去见他的时候 坊间又有一些 不同的传言又出来了 有没有造成你的困扰 比如说你去求官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讲 像一个亲民党 现在位居在宋楚瑜之下的 竟然说我最近去见 马总统的最近的一次 是去求官要当监察委员 这个有可能吗 因为我都已经七十几岁 根本连年龄都已经不够格了 所以有人听了以后 很不以为的来告诉我 说那个刘某某这么讲 所以我后来几天以后 我碰到他了 在一个节目里头 我说你也比较好学 比较好心的 说他不太听 他说这是合理的怀疑 因为他欠你的 你可以向他要回来 所以有人现在把他扭曲成 说我选市长 是去像马英九宝贝 或像马英九请示 或是马总统受益 这个都是胡说八道 你可以说他是胡说八道 不过如果说第一个 马总统当时并没有劝阻你 对不对 而你事实上也跟他讲了 你要选台北市市长 所以别人如果解读说 你去跟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也没有否认 他好像也有点默许了 我觉得你这个回应 不好意思 以我们认识多年的交情 我觉得你这个回应是不妥的 也表示你不了解马总统这个人 以马总统的身份 以我五党籍的 我们很多地方不了解他 以马总统的身份 以我五党籍的身份 我表达我的意愿跟志向 他绝对没有这个说不礼貌到说 我了解 你不要选 这句话他讲不出口 他的回应我可以理解 我只是说外界的解读 好像你也不能够完全说 那个解读完全是不对 因为这中间有一个磨码的空间 完全不对 因为我去向他报备吗 我是因为感觉到他不用我的东西 所以我真的是下哪位 就是说你不来我自己干 这是报备吗 对不对 还有呢马英九收医吗 马英九是朝我看一看 也论一论 也许他心里头还看不起我 对不对 马英九有说好你去选吗 一点都没有 我必须讲 今天如果有人去问总统 或者半夜委托周美兴去问他 说你心里头到底喜欢谁当选 我保证百分之一百 他会说连圣文 怎么会是我呢 站在各种角度 站在各种他为人处事的方法 站在他政党利益的观点 他百分之一百要连圣文当选 好 其实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也可以同意 因为从政党政治来看 而且从马英九总统 他自己有他的政治前途 他作为一个党主席 作为考量 他当然希望胜选的这个都市 越多越好 从这点来看 应该是毫无疑问 IQ90就会有这个结论了 所以呢 对于沈富雄先生来说 你这一仗 既没有一个什么特别有分量的人 来支持你 对不对 你又没有金援 又没有什么样的奥援 其实打起来是辛苦的 你在一开始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你也提到说 我对这场选战的评估 我可能现在要再重新的来思考一下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样说服台北市市民 过去的从政的一些 你的整体的image 对不对 你过去的一些表现 人家对于你的这个人格特质的解读 那当然就是说你这次提出来什么样的政策跟政见 好 我就给我们台湾熊哥一点点篇幅来说一下你的政见 这里面我挑出来的还是大家台北市市民最关心的所谓的居住正义的问题 这也是你琢磨很多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台北市的居住正义真的能够落实 非常好 因为居住正义在我的这个Facebook里头 我征求大家的意愿 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人 这跟住的东西有关 就说高房价啦 住坚太高啦 买不起啦 高达一半 但是我心里头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恐怕也不是真议题 为什么不是真议题 因为台北市现在房屋自有率的超过百分之八十 而且超过百分之八十这些人 只要他持有房屋在五年以上 其实他都在enjoy他的房屋的争执 没错 他暗暗高兴都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声音很大 我就是属于那百分之十七 自己没有房屋的人 而那百分之十七的人 租的也好 或者年轻人也好 我在怀疑有一半 户籍是没有设在台北市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好啦不管啦 反正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说何一载不宜 那我们现在都讲社会住宅 那社会住宅 其实连胜文跟柯壁 也都多次表达意见 我当然表达更比他们更多了 但现在我的看法 其实是最有前瞻性 最有进步性 但是没有人理我 我一开始就讲说希望两位跟进 他们两个也不敢跟进 我现在就讲简单一下 连仙连胜文的看法 就说地在哪里 钱在哪里 所以他就模糊一对 柯壁呢 柯壁说你去Google一下 好几十万公顷 只要用一半 工有地 用一百公顷就好了 那林胜文就说 你把地幕找出来 他说我才不上你的当 我告诉你地幕 这个林长里长都会反对 然后钱呢 借贷就够了 就借个一千亿到一千五百亿 这种两个 如果你相信 住宅政宗是这么重要 你选这两个人 任何一个人当市长 你都会失望的 因为郝龙斌以前也讲 他要盖四万五千栋 结果他盖不到一千栋 没有错 所以我的idea 其实我不跟人起舞 我觉得五万栋是错的 你知道吗 那多少的数量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现在台北市的 这个租任的房子 这个租任的户数 大概是十七万户 但是我们的空污率 这些包租公包租婆 空污率有多少 八点七% 我今天如果丢进三万户的话 这个就平白增加 十五%的空污率 十五%再加个八点三% 是二十三点三% 这是一个灾难 所以我不愿意说 哎呀要五万 我就填七万 填九万 我告诉你 我那五十项大证件里头 有关这一条 我原先是写两万 后来我看到他们这五万 十万八万 我就加回三 或者加回四 或者加回五 我的助理啊 为了改那个顺务次 改了好几次 我好烦哦 你怎么说一二二 一下子三 一二四 然后我改到五的时候 我又掉下来了 因为我良心发现 不应该五 对呀 而且神大佬 你这样子乱改一通的话 人家会不会觉得说 那你们这个证件 是怎么来的 是看着人家起五 然后你可以加 也可以减吗 因为他们太高了 我会被人家笑 你知道吗 我会笑成 你这个人没有 但是我后来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的做法 我的前置是什么 是已经列管的 台北市的豪宅 大概有一万户 而这些一万户呢 他的这个屋主 对 跟一般房屋 百分之九十八的屋主 是不一样的 对 这些人要么 多年前买的 赚的荷包买买的 要么最近才买的 像顶兴集团 他们钱多的是 而且这些屋主 在外国都有房子 所以他们在外国缴税 缴得很习惯 所以我呢 而且这一万户啊 是政府列管 不用再加新的定义 所以如果你给他 克持有税 就百分之一点二 对 我一年可以实收一百二十亿 OK 那这个一百二十亿 你听你精彩在笑面 如果你们要我补贴租金的话 我可以十七万户里头 一户每个月补贴五千块 但是有人反对 有人反对 像那个住宅正义联盟的人 这个最笨 这钱这样丢进去没用 不发了 不发了 我们来改建社会住宅 我一年可以盖八千五百户 所以我四年 可以盖三万五千户 刚刚好 这个事务我觉得好 好 下面最精彩了 如果大家觉得社会不重要 不要盖 也不要给补贴 那我这一百二十亿 你想有多大 你知道吗 对 我们台北市 每年向中央 拿着所谓中央统筹分配款 多少 三百四十亿 如果我是台北市长的话 我应该认知说 台北市是富可敌国 我如果是有良心的话 你要台北好 是要全国都好 如果不盖房子 也不给补贴的话 我这一百二十亿 可以每年 我做台北市长 代表台北市政府 可以少向中央政府 少拿一半的 中央统筹分配款 你看我请问你 这个伟大不伟大 但是我必须要质疑一点 就是说你这一百二十亿 你如何可以科征得到 对 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豪宅税的概念 对对对 对不对 不是豪宅税 是房屋持有税 但是因为这一块特别合理 而且不会反弹 好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科征到 对不对 我还没当市长 你先让我当市长 我就科了 所以他也有法源的依据 不不不 这就说了 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为了convince 说服大家的可信性 我为了这件事情 专程拜访我们的部长 部长说可信 因为这个跟中央法令无关 这完全是地方权限 他说也许只有一个小障碍 就是说地方议会 就是台北市议会 也许会对这个豪宅的定义 有所争议 我说这没有关系 因为台北市政府已经列策了 所以这一点我都clear 我都跟中央部会所长都clear了 这个其实我敢像全国老百姓讲 全台北市的选民讲 你选我当市长 我百分之一百落实 一定拿到这一百二十亿 百分之一百 而且你今天十七万户的租户 每一户起码拿到三千到五千块钱 如果你们都不要 我就还给中央统筹分配一半 多伟大 但是大家不适合 你不适合没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OK好好 这个到底刚才那个 沈大老所说的这个证件 能不能够落实 事实上还在未经之间 我想这个他的前进性 他的前瞻性 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喊话 说请两位跟进 连生会跟进吗 连生不敢 因为他如果跟进的话 他每天晚上回家 连地宝这个大门 他都不敢开进去 那我最怀疑的就是说 柯屁你怎么不敢跟进 我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 我认为他是怕 他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从孟子 孟子就讲过 违政不得罪巨事 好歹一万户 这是巨事你知道吗 你将来的政治现金 不管是直接的 间接的 多多少少从这个里头来吧 所以真的一往直前 完全勇敢无拘的 就是老沈嘛 对不对 OK 只有老沈不怕得罪 这个所谓的这个巨事 但是老沈能不能够说服 大部分的民意 让他有机会去苛征到 他所要苛征的那个 所谓的房屋持有税 那个我觉得还在一个 未定之天嘛 但是呢 在政坛这么多年 沈富雄先生 其实在过去啊 有很多不同的称号 什么民进党内的这个 姑鸟啦 现在就变成政坛的姑鸟啦 那但是呢 他有一个特长 他呢 被视为是政坛上的 沈铁嘴 我们知道过去呢 有几次在政治选举的时候啊 你做了非常精准的预测 你还记得吧 对 好 我们为了欢迎这个沈大佬 来了 奇准无比 奇准无比 非常好 我们再看看过去 他准在哪里 这是你的三大事迹 2008年的时候 立委选前 沈大佬预测说 国民党将会取得 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席次 四分之三是绝对多数 那这样就代表什么 民进党当然他得到的席次 会相对比较少很多嘛 所以当时就怎么样 这个让这个民进党对你炮轰了 结果开票的结果是相当吻合的 好了 预测2008年的总统大选 马英九先生将会赢谢长廷 220万票以上 死话一出 民进党又非常不有用 干嘛看衰我们民进党了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 开票之后 结果是差了221万票 这几乎是准到不能再准了 第三次沈铁嘴又说了 2011年预测 宋楚瑜在2012年的 总统大选的得票 不会超过38万票 OK 那么当时也得到了 这个拘允的人对你炮轰 说你太小看宋先生了 结果没有想到 开票的结果是大致吻合的 我就补充一下第三点 对 因为宋先生的票 我也是非常准 那我们有六个早上 一起洗三温暖的朋友 我们就用那个赌了 就说差的越大的 要赔钱赔越多 我们那一趟六个人赌的钱 我们就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去吃早饭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钱还没吃完 还没吃完 好很好 那既然如此的话 因为2014是个选举年 也是众所关切的 又是这个六都 第一次来这个选 因为桃源刚刚加入这个战场 你可不可以再来看看 你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很神准 所以宋铁嘴要不要再来一次 比如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我是送分题 只有两个地方 可能稍微要考验一下 你的宋铁嘴的功率而已 第一个台北市谁会胜出 Too early to tell Too early to tell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当宋铁嘴 不是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柯文哲领先 但是我觉得他的领先不扎实 我觉得连胜文的长处 还没有充分发飞 何况我的因素还没有任何考量 你的预测还是落在连科二人 所以你自己没有胜算 不是这样 因为我当初参选的动机 就是我一往之前非赢不可 如果我不赢 那我就变成spoiler 就说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是因为我是抄在我手里 这个是非我所乐见 所以我一旦参选我就想赢 如果我没有办法赢 而这两个人到底第二还是第三 本来我是不计较的 如果是第二第三是因为我的关系 那怎么样 那我心里头会很难过 那会影响到你参选的决定吗 不是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大部分都认为 我哪蓝的票 远多于哪绿的票 事实也是这样 但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百分比最高的是 TVBS 那TVBS那一次的交叉分析 我也详细看了 那我从蓝的这边 拿到他们蓝的这一块的 百分之16 我从绿的这边 拿到他们的百分之11 X5 那X5大不大 他们这会很大 好 这个5%要乘什么 要乘这个板块的大小 所以这个板块大概 30到40% 就算40%好了 5%的 40%的5%是多少 两个百分点 所以今天如果我的票 通通归队 连胜文大概跟 克文哲的差距 大概就拉上来2% 2%有那么重要吗 照你来讲的话 现在台北市 因为连科两人之间 还有你的变数 too early to tell 预期稍微过早了一点 那我请你预测一下 这很简单 新北市朱立伦 台中市林佳龙 得票数你预测一下 得票率 因为我对台中不熟 我领总票数几万 我也不熟 那你为什么可以一口咬定 说是林佳龙会胜选 因为林佳龙蹲点很久 而且他现在的领先 百分比也相当高 我觉得胡志强 可是蓝宜说 这个百分比在拉近当中 当然这是一种 自我安慰的方法 像譬如说胡志强 昨天推出那个 鲁蛇的逆施 鲁蛇 and winner 我跟你讲 昨天在友台的节目里头 我说这是一个败笔 你知道吗 这个讨好了新媒体的趋势 讨好了一些 在台中市没有票的 现在胡志强在台中市落后的 是旧台中县的那个地方 你想旧台中县的那个 新台中市的人 有多少人会去按赞 看鲁蛇的逆袭 有多少人会因为这个东西 你还把花妈拉进来了 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感动 而票投给你 那是完全 胡市长已经 已经焦虑了 所以才听进了这些 做新媒体人的idea 这一群人如果来找我说 老沈你的选情 比胡志强还糟糕 我们帮你做这个鲁蛇的逆袭 我才不干 我的定见 要比老胡好得多 不过我就针对这个 所谓的鲁蛇跟winner 我认为他的结果 也是too early to tell 因为这个很难说 因为确实他引起话题 你不能不说在行销上 他还是成功的 所以我没有跟你赌 因为我认为说 他的整体平均 他还有好几级嘛 我只是说 他的效应会怎么样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发现 我觉得好 我再补一下 台中县的未可 未确定因素 因为是在台中县 而因为台中县是派系 尤其是黑派这些 这些派系的选民 通常不表态 所以他们不表态的率非常高 这个是我比较 有一点保留 也许我输给你也说不定 但是这一点 就因为台中县的县民 底下都一样 云南 云林 南投 都一样 脏话都不表态 所以这个有点难 好 所以那这样子 可是因为其他这两个地方 大概也不用猜了 对不对 那所以我的难度 再加难一点点 这个台中市 这个两个人比率 会差几个百分点 你现在要不要猜一下 我不猜 因为我对台中市真的不熟 尤其是我现在在参选 好 我没有那个 好 那台北市两个人的差距 会在百分多少以内 你可不可以现在可以猜一下 我当然不能讲 因为有我在那 我怎么讲呢 当局者有一点迷 当局者迷 我们就来帮当局者 来这个拔卖一下 神大老 其实呢 我认识你也蛮多年了 那我最近为了要访问你 我其实看了很多 你过去的一些著作啦 然后我找了很多的 媒体的资料 浪费你的时间 平安一讲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呢 如果浪费我的时间 那台北市民学你干嘛的 你讲话不能随便乱讲 你会跑票的 OK 不当然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花一点时间 阅读我的来访的来宾 希望帮观众聚焦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那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是有点佩服你的 因为一个人 不管在人生的 每一个阶段里面 他会如此的快意人生 想要把自己每一天 都过得非常的精彩 然后寻找那个人生的意义 在哪里 我认为实在是一件 很棒的事情 可是呢 当然这个东西 会不会得到别人的共鸣 会不会引起感动 那就很难说了 包括你这一次 以74岁或者75岁的高龄 来投入这场选战 虽然你外表看起来很年轻 你每天看起来 我认为是热情十足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选民要怎么样解读 你这次的参选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这次 你的结果如何 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 沈大老呢 有一个金氏之作 当时当天 他提出四个可能 就是陈友豪案的时候 全国的媒体 不分蓝绿 所有的这个观众 大概就等着看 沈富雄先生怎么样 去为自己脱困 怎么样去说出实情 而又不要伤害了党内 或者是相关的人等 对不对 所以那四个可能 哇 我觉得是沈富雄先生 从政到现在 经典之作之一啦 所以呢 我今天要跟你讨论 也要请教一下 沈富雄先生 在2014年参选 台北市市长的结果 至少也有四个可能 我帮你整理一下四个可能 那我要用这四个可能 来救教沈富雄先生 第一个可能 你胜选 那请容许我套用你的一句话 这个可能性很低 OK 第二个 你败选了 而你的得票数 造成连胜文落选 当然我们很难科学的说 是不是你拿走了 连胜文的票 但是呢 如果你的票 加连胜文的票 大于柯文哲的话 也就是说在这场选战里面 是柯文哲胜选 结果呢 连胜文落选 可是如果你的票 全部给他的话 他是会赢过柯文哲的 不管怎么说 蓝银会不会把这个 矛头对向你 显然是会的 对不对 因为你变成了一个 有效的搅局者 第三个可能性 你败选了 而胜选的人 是这个连胜文 但是呢 你的票 如果通通贯给柯文哲的话 那也会大过连胜文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一般都认为 你从绿营得到的票 是会比较少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 你如果把票 通通给了柯文哲 或者你帮柯文哲 助选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绿营很有可能 以再也大联盟的身份 非常历史性的挑战成功 把国民党拉下 台北市长的宝座 第三个可能 我的第四个 沈副雄的可能是 你败选了 而你的得票数 根本不足以影响 连科两个人 也就是说 沈副雄的票 加第二名候选人的票 还小于第一名的票 坦白告诉你 这个就刚才我那个第一个 你最喜欢哪个可能吗 你先讲 我说 这原因是这样 第一个 我胜选的可能性 当下 目前除非在最近几个礼拜里头 我的潜在选民醒过来了 觉得说 没力不可以 那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蛮大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选民脑筋清楚的话 我们三个候选人 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的表现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们制作team 花了一点时间 整理出来这四个可能 我自己的判断 我知道我拿出来之后 沈大老他其实会 比较有一点不以为然 为什么 因为面对他的可能结果 有些人是会比较逃避的 尤其你还说 too early to tell 因为这个变数 还一直在走当中 可是沈大老 我必须说 我接触到了很多台北市的选民 他们对于可能的结果 他们是会去算的 比如说 这个很多人欣赏 沈富雄先生 然后他们也认为说 连根科也不是他想要选的人 但是他是不是这一票 一定会投给你呢 好 这回到一个选民的心理状态 台湾的选民 我的观察是 他就算很欣赏你 可是他如果觉得 你一定不会赢的话 他可能会把这一票 选给他第二名的那个候选人 你同意吗 这就是蓝绿对决 对 他就回到政党政治 我修正一下 所以这个可能必须 你要去评估的 你这个是老生惨叹 我修正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典型的 传统的蓝绿对决 但是这一次 我的观察 是有点不一样 我稍微修正一下 你觉得你可以突破蓝绿对决 不是不是不是 你急什么 蓝营的人来告诉我说 沈大佬我支持你 但是我好怕 我这票投给你 你没当选 那磕屁当选 我好怕哦 我好怕 那同样道理 绿营的人稍微比较少一点 来说我支持你 我认为你最好 但是我好怕 大连胜文那个人当选 所以这次跟你那个讲法 是有一点变形了 就说不是说蓝的跟绿的说 但是选民有在思考 对 就是蓝的跟绿的多好 不是说我的人有多好 是对手那个人真的坏 你知道吗 我很怕他当选 那为了投你 如果万一他当选 他怕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很大的障碍 所以 所以我开场白我就讲了 这两个人够差 我今天就讲白了 你明天媒体也可以写 这个当然是沈富雄心的个人意见 他们还是有很多支持者 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像你今天这个节目 有请其他的媒体来现场 有多少人来 这今天来的人不多 就是表示说 我正在被边缘化 因为我初期这个节目 也赢不起他的兴趣 这讲白了就是这样 但是我回到我的开场白 就说他们两个人够差在这里 如果我只是好在这里 他们才有这个疑问 今天如果我是好在这里 刚才我举的 那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 我高估了我自己的本事 你高估了自己的本事 但是这个没有什么稀奇 我一辈子从15岁到现在 一向都无之死 这次也不例外 不会啊 因为我看你从小到大 逼你的人生 我觉得你还真的蛮厉害的 我15岁的时候 跟大家谈笑雷震跟胡适 我27岁的时候 在舰上 在军舰上谈态度 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我去反邓小平 这个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情 是宜卵及时的事情 不过那些事情都不需要 马上看到立即的效果 这次的例外是什么 11月29号就有效果了 所以这个迫切性 这个现实性 这个马上一翻两瞪眼 这个效果这是不太一样 这个是空前的兼具 所以在这三个 这四个可能里面 你个人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可能 我除了第一个以外 我其他当中不喜欢了 对 但是其他都有可能出现 这就是我们要做这四个可能最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因为你的变数 而造成了这个连胜文先生 他就是差了你那个关键的少数 而落选的话 这个你会怎么样 你会得到所有蓝颖的 这个我都想过了 这个谴责嘛 不是这个我都想过了 就算我们今天就是选举活动停止 明天投票 我这个人拿掉了 连胜文还是落选了 所以你连胜文不能怪我 你知道吗 如果以今天停止选举 明天投票 连胜文还是输的 那以后还有漫长的四个月 谁要怪我 如果是我落选的话 柯要怪我 或是林要怪我 先怪自己吧 每个人手上有神圣的一票 对不对 其实很大了 我也非常支持 就是说这神圣的一票 应该你投给你认为 那个最好的candidate 那个候选人嘛 可是是像选民的心里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考量嘛 就像你说的 我会害怕那个 我这一票选了我最喜欢那个人 却造成了我最不喜欢那个人当选嘛 对不对 其实不止这个啦 我们讲多席次选区的议员也好 我们的选民啊 骂政府 骂各级政府 整整骂了四年 非常不满 好四年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以重新来吧 大家有重新选择比较好的 让这一届比上一届好吗 是没有 这个就是民主政治的吊诡 民主政治遗憾的地方 好 沈富雄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你 如果说这里面 你怎么这么正式起来 叫我沈富雄先生 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希望帮助你去看到你的这场选战里面未来的possibility all these are possible 你说对不对 如果最后是第四个 你会觉得怎么样 第二名后面也小于第一名 就是你的选票根本不足以影响他们来 也就是说你的选票相对是很少的 你不足以成为那少数的关键 你会觉得很差吗 你会觉得自我感觉很差吗 这个就是I have done my best 我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 既然老百姓不care 那我又何必鸡婆 我的结论就是我鸡婆一场 对不对 但是以我一生的过程来头 我鸡婆这又不是第一次 所以你 我如果现在问你 你还会参选到底吗 这个我跟你讲 我已经喊话了 我已经校正了 怎么样 就是说你一定要赶快 在下一波的民调里头 是 站出来 支持沈护雄的人 要赶快站出来吗 赶快站出来 给个20%给大家看 对 你不给我个20% 我人也难 钱也难 OK 好 我问你 你刚才提到说 你一直强调一个20% 对 20% 20%对沈护雄先生来说 非常重要 对 关系他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 关系到他能不能够找到钱 能不能找到人 能不能找到团队 对 如果7月底或者8月初 你这20% The magical 20%出不来 你要怎么办 这个东西我非常困扰 不但是我困扰 我的团队也很困扰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还无所谓 因为我一向乐观 上进 我晚上也睡得着觉 但是我周边的团队 他们睡不着了吗 这一步路 这个就举步维艰 当你的部署举步维艰的时候 你觉得好意思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那20%出不来 你有可能退选 没有我现在是在尽量喊话 他还没出来 你现在如果现在这么讲的话 他们更出不来了 对 对不对 你已经腰肉跑了 你已经在替你的退路 预做准备了 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当然不可以 其实沈富雄先生 我们如果要了解他这个人 他真的是还蛮精彩的 回到一个比较多年前的一个点 我说你48岁 1986年回到台湾 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的太太支持吗 不支持 反对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 因为我觉得国家 家国家国 国在我的心中 一辈子 国都比较重要 所以沈大老 你为了你的从政之路 牺牲了你的家庭了吗 我离开美国的时候 其实我女儿才12岁 高中都还没毕业 才小学12岁 对 那我女儿现在几岁 41岁 所以28年了 我平良心讲 我一年大概回美国两次 她嫁人以后 她嫁到曼哈顿去了 所以我总结这28年里头 我看女儿的次数 我不讲日子 次数 其实我比看沈春花还少 真的 那我应该说是我的荣幸 还是我觉得也就有点感伤 那你的女儿跟儿子会埋怨你吗 觉得爸爸给他们时间太少 他们很独立 而且我由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有些心理学家的结论是错的 他们讲说一个爸爸不在身边 这个女儿 尤其是女儿 人格的发展的独立性会有问题 在我们家看不出来 我女儿好厉害 好独立 她从来没有埋怨过 从来没有 但是我心里头的愧疚是难免 而且这个是补 补不回来 她都42岁了 她都嫁人了 我怎么补呢 对不对 没有错 说不定在一起都还会吵架 我只能说沈大老那是你很lucky 就是说你的女儿她没有埋怨你 然后她自己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可能妈妈也付出很多心力 我也不会讲 对真的 因为她觉得我也影响不了爸爸 我就跟她讲 只有突然增加爸爸的心理压力 女儿都是很贴心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的太太就不一样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小孩多好玩 你知道吗 怎么说 她们也不太了解我 在干什么 其实她们只要上Google 去Google一下 或者维基百科一下 她们恐怕可以多了解我一下 真的 她们don't bother 她们连上维基百科 去查通销线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很少 几乎没有 你看 那你的太太就不同了 就是另一半对你 应该就会比较直接的说 她对你 对于家庭的亏欠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陪拜在旁边 因为人生在婚姻里面 面对儿女 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要一起解决嘛 那变成说 都是她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角色 你的太太有埋怨过你吗 当然了 她休息是这一次 她说你奉献给国家还不够吗 这个年纪的还抛头露脸 对不对 所以她就去美国了 她不甩我了 不管你 不管你死活 但是我觉得她如果好好沉淀 好好想一下 其实我一路走来 从小学到现在 我没有改过 我就是看不惯 就要出级 而且我不出级 折疑 我一出级 一定起码要有一点力道 好 所以最后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 你投入这次台北市场的选战 你觉得不管怎么样 她的结果如何 你起码要给自己得到什么样的意义 你可以讲得很清楚吗 是这样 就是说当我看不下去的时候 我是一个文极其武 整个代诞的人 对 如果我真的看不下去的话 我一定下手 如果我下手不如所愿 其实我一辈子都不如所愿 但是我常说 哎呀你怎么不消沉呢 我常常因为我是有一个历史长河 历史宏观的人 我从小历史 比如说我看念的政细歌 比如说我念的岳阳楼记 比如说我念的清清 这个五金与你永别以 这个林绝敏的 我到今天重看 我他有点要掉泪的感觉 所以今天这个网民 或者年轻人 会说你这个老头子 连这个都会感动 太奇怪了吧 所以我在年轻这一代没有票 也是最有应得 但是我一辈子 其实一路走来 从来没有改过 所以我只要说 我已经尽了份 是大家不欣赏 或大家没有认为这个很重要 或者是我才干不足 没有感动大家 但是我问心无愧 够了 那今年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 会是你人生的 以选举来讲最后一役吗 非常有可能 但我虽然这么讲了 如果我半途而废 或者我选输了 我也觉得够了 因为我鸡婆也鸡婆的太多了 但是话虽这么讲 除非我离开台湾 我只要在台湾 其实这种关心国家 比如说年轻怎么办呢 几年以后要破产 这个教育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你说我要完全锻炼 完全锻炼 这个不太可能 我觉得我如果活到95 我锻炼要在94 才会锻炼 OK 今天非常谢谢沈富雄先生 来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 我知道这个台湾熊哥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的人生是 绝不懈怠 永不退休 这样不时奋起的人生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 说服很多的选民 不过对我来讲 我其实是个人是蛮敢赔他的 无论如何 我们也祝福他 能够再为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给台北市的市民 再打一场美好的选战 谢谢你 只有这样 我又未经许 好 非常谢谢沈富总先生 也谢谢你的收看 新闻会客室 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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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誇張